电梯内王庆男子和流行车主说 相当满意车辆状况 不砍价 就能够快点办理过户 原来流行车主网路抛文 寻找有缘人要卖二手车 王庆男子谈好价格后 就要车主拿出相关证件办理过户 但要求避免争议 指定开车道三重认证车辆 他那时候说 就是要认证 然后我就请我叔叔陪他去认证 把资料全部带走 然后直接把我叔叔丢在那边 丢了半小时之后呢 我叔叔觉得怪怪 他就直接问办公室的那边的人 他就说办公室的人就说 今天没有车子要认证 察觉有意识已经来不及了 王庆男子带着车主的证件 开车离开 被害人狂打电话 假买家不接就是不接 还直接删除封锁 他把车开去哪 原来是急着转卖过户 证件也是遗失 所以我们先报遗失 也怕他过户 结果我们就是 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呢 我就马上听到 就是监理站那边说 我的车子已经被过户了 就等于说他在这个之间 他就已经弄好了 谁买了这辆车 原来也是二手车行 现在好了 卖车的人不是车主 开走被害人的爱车 卖给车行 嫌犯做起五本生意 警方展开调查 21号在嫌犯 位在龙潭的租屋处 逮到他 王先生男子不只是个骗子 还是诈欺跟侵占案的通缉犯 这回又骗车转卖 诈述手法现行 提醒车主车行 小心被诈 三线转新北 中文报导